我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在晚上 突然打了一個電話 晚上也還好 大概八點多 他突然打了一個電話 然後就只講說 真的謝謝你這些年來的一些幫忙 結果電話就切斷了 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你瘋了 我就瘋了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回去 就沒打通 天啊 你知道 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只有電影裡面會演的這種事吧 我就一直不斷地打 一直不斷地打 結果當我電話再打通的時候 他在跟別人喝酒 而且你聽得出來那個現場 是非常歡樂的一段 然後我想說 那你剛才 沒有 我就是突然想到說 其實這些年跟你的 好像都沒跟你說過謝謝 以後不要說謝謝 好不好 真的 真的 你那一個謝謝 你知道我這中間 我打了多少通電話 因為你不懂為什麼電話 那時候就是不通 奇怪 那只有電影才會發認識 可是你換一個角度想 寧可多打 寧可多試試看 做這個 對 OK 可是剛剛如果沒 你剛剛講說那是分三個階段 往下做 可是我剛還是回頭看 那你說苦林哥那時候 不是一個階段 咚就直接下去 所以真的非常佩服 可是他還是可以調整的過來 後來苦林哥自己還去 包括到國家公園 當解說員很多這些 那這些的調適 就更困難了吧 所以苦林哥心理素質 真的是非常好 他就是心理素質強大 沒錯 沒有 其實我覺得 有辦還是很重要 就是說其實有一個 陪伴的辦 對 有一個人 譬如說 作為陪伴者 你不要去安慰他 對 其實有比你還慘 對 你這樣不算什麼 你要想開一點 那些都是廢話 你也不要去鼓勵他 你要加油 你要振作 你不能這樣下去 你還有大好的前途 那個也沒有用 所以你就是陪伴他 在身邊靜靜地陪他 就是說讓他知道 我在這裡 像我太太 我在這裡 他也沒有 他也沒 他都沒有勸我 也沒有鼓勵我 他就說 他就陪著你 他就說你保險檔 我看一下 這個比較實在 對 萬一你怎麼樣的話 好歹我還有一件 我就把這個交代好了 所以人家問他說 你老公憂鬱症 你有很擔心嗎 他說不會啊 他假裝都幫我準備好了 你要盡量讓他維持 正常的生活 譬如說你會不想起床 整天都在床上 你把他挖起來 就正常過活 然後讓你覺得 至少因為有這個人還在乎我 所以我必須為了他 我要對抗這個心魔這樣子 然後偶爾把你推出去 找朋友來唱唱歌 或者出去走一走 總是讓他盡量恢復正常的生活 然後他可能就是慢慢的 一陣子就比較好一點 我之前在臨場上面的時候 我們會有職場的諮詢 對 然後我有一個真的就是高富帥 然後他是營業處的處長 對 然後就是 可是他的身形是那種 屬於壯碩型的 所以他從很健美的那種身形 然後在短時間之內 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就變得就是瘦瘦的 我就說你是不是變瘦了 然後他就說對 他說他覺得他有憂鬱症 我說你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就是他本來 他是只是業務 一般的業務 然後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的長官 他的處長 就是被強迫退休了 然後所以他那個處長到 被強迫退休之前 有跟這個就是等於是他的徒弟 跟他講說我退休了以後 我會拉你上來 可是我之後有什麼什麼事情 你要幫我去協助完成 可是他上來了以後 因為他的師父已經退休了嘛 所以他幾乎也就沒有什麼跟他聯絡 然後一直在忙於公事這樣子 那有一天呢 那他師父就過來跟他講說 我退休以後我都沒事做 很無聊 一天到晚找我老婆的茶 然後跟我兒子吵架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像我人生好像沒什麼意思這樣子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再繼續完成 我當時交代你的事情這樣 然後可是他就說 跟他師父講說 你現在是在幫我工作嗎 我現在在做一些 你留下來擦屁股擦不完了 你還要叫我再幫你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後來結果回去沒多久 他的老長官在家裡上吊 走了 那他這樣心裡面多 會多內疚啊 對 所以他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完全沒辦法好好工作 好好吃 然後晚上的時候會做夢 然後會就是突然就吸不到氣 因為他老長官是上吊走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一直有那個壓力 他會不會做惡夢 對 他就是一直做惡夢 然後所以他體重就一直往下吊這樣子 他夢到 他會夢到他老長官 來 那個不好意思跟他講說 我看到 對啊 就是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的老長官 他當時其實有提供訊息給他 說他覺得突然從上面掉下來 那種感覺 可是他並沒有把這個警訊 丟出來給大家 對 所以我們有遇到這種情況 沒有 你自己曾經碰過 有你很親近的朋友啊 乾弟弟這些 然後也是走上這一條路 那對你 因為這種最怕的是什麼 走的人是 但是留下來的人 那個心裡面 會不會有我們講說 可能會很自責的一些心理創傷 會不會 沒錯 而且就像這次 黃英交委員的家人一樣 其實好像前幾天才吃過飯 說有人還當天跟他聯絡 一切如常 當時我跟弟弟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讀大學 那某一天我就忽然收到他 燒炭自殺的消息 而且是就過世了 但重點是前一天 我還跑回高中 他偷跑出來跟我一起吃午餐 我想說天啊 前一天 我前一天才跟他見過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異狀 所以那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打擊 甚至其實是會很自責 我當時就會想說 好 我前一天才跟他吃飯 為什麼沒有看出來 所以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我自己是非常的憂鬱 沮喪 就像黃英交委員這次的事件 很多朋友都有發Facebook說 怎麼都沒有看出來 很難過 有這些感覺是很正常的 但看不出來絕對也是正常的 就一般人看不出來 有一種人家講說是微笑憂鬱 是的 就是你看樂觀開朗到不行 譬如像苦琳哥 您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你說像去年 尤其像憂鬱發作的時候 或什麼 誰能告訴你 相信苦琳哥有憂鬱症 真的 完全看不出來 你完全看不出來 真的 剛剛苦琳哥 一來就在搞笑講笑話 對啊 要不是剛剛講 節目分享 我還有點驚訝說 哇 真的是看不出來 慧珊姐呢 在我們演藝圈也是很資深的演員 過去也演過很多的窮瑤劇 她就提到 她過去有一段婚姻十年 可是婚姻的狀況並不愉快 後來她離婚了 她有一個女兒 後來她把女兒送到美國去求學 然後她努力地工作 可是大家都知道 婚姻的一些不順遂 感情上了一些問題 加上她有一段時間 她說長達四年沒有工作 演藝圈本來就這樣 有高就有低 有時候你每天忙得要命 可是有的時候 所以這種落差很容易造成情緒的問題 我可能今天八個通告 可是我可能接下來八天沒有通告 那你知道你要去適應 你的生活的波動 那慧珊姐說她四年的時間 她就慢慢地慢慢地 因為一個人住 她就發現她會聽到聲音 然後那個聲音就跟她講說 有這麼多的問題 你跳下去就沒事了 跳 跳 會跟她這樣講 然後再來 除了幻聽會有幻覺 因為一個人在家 坐在那邊對不對 她會發現後面 她的那個茶雞的茶壺茶杯 會飛來飛去 那有的時候 她有沒有請老師 看過家裡的文句 我跟你說 我們身邊是不是也有這樣的 一些人 會跟你講說 小福哥你不要動 你後面那個書掉下來了 但我們看很正常 對不對 可是我真的看到她掉下來了 但老師一定知道 我生病了 因為我相信她掉下來 那慧珊姐當時就是這樣 你想想看 她相信那些東西飛來飛去 她相信那個聲音 告訴她就是要跳下去 但幸好她知道她生病了 所以她乖乖地去看醫生去吃藥 她現在完全痊癒了 OK 所以拜託 如果你真的也發覺 你家東西飛來飛去 要不要真的就去看醫生 如果當出現幻聽幻覺這些 醫生 你還有朋友會以為她是外太空的 對啊 她跟我說 你有看過來自欣欣的你嗎 我說有啊韓劇 她說我就是那裡來的 我說是什麼意思 她說她就是來自一個外太空 一個星球 然後她就說 你們這些地球人啊 就只是在箱子裡面而已 就像是我的寵物一樣 我只是下來玩 等一下 跟妳講的是個男的還是女 女生 好 那就算了 來 繼續 對 然後她就說 我只是下來玩 然後她說我不能夠碰到 所有有關金屬的東西 如果你要來看我 如果你要來找我 千萬不要帶金屬 然後我有一次我就去找她 我就拿著一個熱水瓶 然後那個是不是鐵字瓶 然後她就突然看到 然後就開始好像 就被電到 那個反應就是 很像被電流 電到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那個拿開那個啊 一直叫... 就像那個超人 對 她不能接到 是克星的那個... 是這樣子 那個星球的一些東西 對 然後包括說 她不能夠開車 不能坐車 因為車子是鐵 不能被鐵包圍 她離婚 獨居 然後而且她本身就是一直在 就是她一直覺得 她有在鑽研一些跟星球有關的 就是跟外星人有關的這些東西 所以她深信不疑說 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 對 可是當她一直在講 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去認可 然後後來她就到 一個山上去隱居起來這樣子 對 然後隔到很久的時候 我們有收到就是她去... 就是她被送到急診去 然後因為她有聽到 有人就是一直有個聲音叫她說 燒起來燒起來 就是要自焚 所以她就去用那個 酒精啊什麼的 之類的東西 然後去燒她自己 然後就很多很多的 局部的一些燙傷這樣 他們就會有一個幻覺 一個聲音 對 就告訴她說 你就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說幻聽幻覺 類似這一類 你曾經有過這樣的幻聽幻覺嗎 其實我也是外星人 對 那就對了 有時候我看電視 然後你就看到四道亂七八糟 我說地球完蛋了 又污染又暖化 又戰爭又瘟疫 又要滅亡了 我說我要回到我的星球去了 然後我老婆在旁邊說 你回啊 我也要回我的星球 她是很會對付我 那我們用理智去思考一些事情 可是很多事情 他是沒有辦法用理智的 像我們舉一個例子 當年林欣賢這位作家 那時候他被人家批評一點 就是說他老婆跳水自殺 他聽到消息 他居然還繼續去演講 居然沒有去關心 為什麼 因為他老婆已經無數次跳水自殺 他老婆就是經常幻聽 就是叫他去跳水 叫他去跳水 換句話說這是確實存在的事情 那以我來講 我雖然沒有到這個地步 但是我有一陣子會自己跟自己對話 譬如說我跟聖梅在這邊 聖梅不要生氣 我就覺得聖梅好 你很努力做工作 你表現很好 然後可是又會另外聲音說 這個女人有什麼本事 根本就是在那邊鬼混 就真的完全我沒有這樣想 可是會出現另外一個我 來跟我反駁我的那個講法 然後我就說不對啊 我沒有這樣想 可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話 甚至包括對家人也會這樣子 對我不曉得那是叫什麼人格解禮 還是什麼東西 有時候嚴重起來就會這樣 如果有幻聽啊 幻覺啊 甚至已經什麼茶杯書在飛 一定要去看醫生 或如果你聽到你身邊的親友在講說 他好像感覺到什麼 當我們在做危機處理的時候 信仰也非常重要 老師都要請 但醫生也一定要看 甚至醫生還要一起說 你這個不吃了嗎 媽祖會生氣啊這種 因為幻聽幻覺他可能嚴重一點 說不定他可能是思覺失調症 那這時候身邊的親友 可能就要特別注意一點 OK 那其實說實話我們剛剛講說 有一些會引發 所謂的憂鬱的高危險群 譬如說突然之間變成 你說退休以後 突然之間那個整個落差 或是講單親啦 或是空巢 然後或是說你一個人呢 突然之間要獨居 很多這一類的 可是這一類 如果你再加上 好譬如說 禮婚 變成自己要照顧小孩 自己一個人住在那 有一種是自己一個人 也沒有小孩 那個時候的空虛寂寞是一回事 另外就是 你一個人離婚 你要照顧小孩 你還有工作壓力 你還要面臨所有這些 那一陣像這樣的話 人會不會快瘋了 就是你突然是 原本是可能是 幸福美滿的家庭 然後後來是變成 你一個人要照顧 像我是三個小朋友 我覺得真的是蠻辛苦的 就是像我最討厭那個家庭日 要去學校 然後或者是說 什麼運動會 對 然後或者是說 要寫什麼 我的爸爸 然後或者說 假日去哪玩 然後這一些東西 我就不知道 我應該怎麼去 去帶領 然後像以前 我非常喜歡露營 就是大家一個家族 一個家庭 一起出去這樣子 可是我單親之後 我就不喜歡這樣的活動 可是我的孩子 就會一直告訴我說 媽媽我們好久好久 沒有去露營了 那我就會覺得 是不是我害你們 就是我以前 我只要忍到就好 我先生他就已經 扎營扎好 然後在那裡泡茶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是酒 食物 什麼的都非常好 然後我回到家 幾乎都不用做事 對 那他離開了以後 就是我只要想到假日 要露營 我就會覺得很難過 對 然後後來 我的露營的朋友 都跟我說沒關係 你就來 我就幫你們 我幫你扎帳篷 我幫你釘銀釘 然後什麼 你不用做 可是我沒辦法 我說弄完我回家 也不是要洗 對啊 就是很多的情節 會讓你更孤單 更孤獨 對 然後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就是我把小朋友 哄睡了以後 他們都睡著了 我就覺得天啊 只剩下我 你有哭過嗎 會哭啊 就是我就會去買 那個大娃娃 會去抱 對 然後我兒子他就會 也會很貼心 他們都會過來我旁邊 讓我抱 可是那完全是不一樣的狀態 對 那我也會 就是你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笑臉的那個憂鬱症 憂鬱症 就是我也是這種狀況 所以我在跟人家說 其實我有這個情形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我耶 對 可是 當我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可能是上一秒 還很OK 我可能出攝影棚了 我突然發現說 我不知道往哪裡去 對 那我就一個人 站在那邊 或是說我就進到車上 然後就跨不出去 對 所以我會變成說 從我單親以來 我就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是很長的 大家都以為說 我好忙好忙好忙 可是其實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讓我自己一個人獨處 對 可是我獨處太久了 我跨不出去 我完全跨不出去 我可能跟人家約五點 可是現在四點到五點 這個時間有一個小時的空檔 可是我空檔這一個小時的時候 我卻不知道我 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會好像停止了 然後所有都沒有聲音的感覺 然後你不知道 你應該要怎麼做 在新北市有一個張先生 他37歲 然後他離婚之後 因為他的女兒9歲 他的女兒本身是弱智 但是有小胖胃力症 加上先天性的糖尿病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孩子 其實不好照顧 而且平常女兒 也必須在啟治學校生活 然後這個爸爸就一個人 帶著這個孩子 結果有一天這個爸爸 到新店壁壇的橋上 就一躍而下 然後摔在水泥地上 當場死亡 這個爸爸死亡之後 爸爸的家人 他的父母親 到現場當然傷心欲絕 可是他的女兒呢 因為女兒沒有去學校 所以請家人就去找 找這個小孫女9歲的孩子 去哪裡了 後來就在那個新北市附近 一個捷運站附近 找到了這個張先生的車子 原來他在幾天前 就把他女兒用車子 載到那個捷運站附近 當然又是一個悲劇 打開的時候 這個小女孩已經死亡多時了 然後這個張先生的父母親 再去查一下就發現 這個單親爸爸欠了 四家銀行52萬的卡債 恐怕他自己覺得他過不下去 又不想影響到孩子 但是為什麼不求助呢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 單親媽媽 單親爸爸 很多單親爸爸 他遇到事情 他不太願意對外說 那最近還有一個新聞 我看到好難過 因為有一個小男孩 他過了就是今年 才剛上學幾個月 學校就發現 小學一年級 就怎麼沒有來上課 然後當然老師一定要通報找 三天了都沒來 後來就到他住的地方 然後請警方打開門的時候 當然又是一個悲劇 這個小孩子口吐白沫 已經死亡了 怎麼回事 小男孩的旁邊躺了一個 當然就是他的媽媽 全身都是血 脖子一刀 手上也一刀 然後送到醫院去 那新聞是媽媽醒來了 那媽媽就說 是 是我把他殺死的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他才剛離婚 然後他真的活不下去 因為他沒有錢生活 其實學校老師早就發現了 有幫他申請 讓這個孩子 能夠吃免費的午餐 然後這個老師也知道 這個媽媽 恐怕就是一直過不下去 有跟媽媽講 我有幫你去申請社工 能夠幫忙 人家社工也答應 這幾天就會去訪市 就差兩天 孩子走了 他留下滿身都是傷的媽媽 那其實在社會每個角落 常常有這樣的狀況